大家好 早晨 各位 我是劉炳發 首先歡迎大家線上線下的朋友 同學 一些舊的拍檔 很高興就浸大這邊邀請我過來做一個分享 希望以下的大概20分鐘左右 向大家簡單的概括介紹一下 急症科護士的工作 在這裡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自己介紹 然後向大家介紹急症室 在香港服務的發展大概概況 至於急症室的工作 除了日常的工作 也會向大家介紹一些中間的特殊 比較特別的緊急醫療服務 逐一跟大家介紹 好 下掌 麻煩你 簡單來說 我是一個退休的急症室護士 其實我1983年就開始去護士訓練 當時在馬來醫院 然後一直一直進升 最近十多年就在急症室部門了一個運作經歷 至於右邊的紅色戰爪 就說過去大概30多年的急症室護士的一些經歷 打從1997年 移交大電 到2010年的菲律賓人之事件 中間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稍後再和大家分享 好 下掌 其實就要一些很年輕的同學們 可能未必很掌握 其實香港的醫療服務那個變遷 簡單一句 就由最初政府是全力承擔的 當時是醫務局 等著去統籌 直到1991年就轉為醫管局 一個法定的公營機構去處理所有的醫院服務 至於醫務衛生署 這個名字就近日都好像大家有聽過 因為新的特首都說 明年開始 下一屆政府開始 那個食衛局 轉名叫做醫務衛生局 這個名字就有點熟了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其實香港的那個戶士呢 其實在香港的早期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真的 自從是香港割揚給英國之後 就入了英國的統治 戶士這個概念就慢慢開始了 實在呢 雖然如此 但是其實就 1893年呢 第一間戶士學校呢 拿大素醫院那裡 其實已經開始訓練女的戶士了 而1921年都開始培訓難戶士 那就慢慢一直發展到 今天的現代化的模式 好 謝謝 至於我自己畢業的學校呢 瑪麗醫院的護士學校 其實它都很有歷史的 1937年 那途中看到那個黑白的照片 就是當時瑪麗醫院那個主廠建築 其實現在它都還在用的 很好用 很實質的 瑪麗醫院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那第一間的急診室呢 也都在瑪麗醫院那裡設立的 那一些資歷心的同事呢 都可能見過一下這些建築物啦 那就當時都看到是比較primitive啦 那工作來講也都是相對是 而簡化一些的 因為當時的專科是比較少的 很多事情都在急診室做的 好 看下一張 那一直發展到呢 就去到2011年的3月啦 那當時就香港那個專科學院成立之後呢 就下面呢 就有不同的護理專科呢 各自都成立自己的學院 而急診室的護理學院呢 就是3處16號正式成立啦 那它呢 就管理所有的專科的發展啊 訓練啊 各方面的事項啊這樣 好 下一張 那這個圖就給大家看到啦 那其實急診室的護理發展 在1983年呢 我們都是畫了一條線的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 1983年之後呢 就有一些正式的專科的醫生 急診室的專科醫生呢 正式成立了急診室 急診室 在此之前呢 醫生的專科事呢都沒有的 那所以呢 之前呢 就在 就是1983年之前呢 就比較是 剛才說過就是 急診室裏面做的事比較簡單啊 小手術啊 打石膏啊 那當時都是以藍護士為主 很少女護士的 1983年正式成立一個專科之後呢 那就各方面的發展呢 比如在紅線 紅色這條巴上面看到 在不同的年份呢 譬如我們那些 護士的專科訓練啊 分流制度啊 一一這樣去 隨著時間呢 去建設起來了 那而那個專科護士呢呢 也要在1991年呢 正式是狂藍了啦 那藍的護士呢 就比起從前就少金一點了 那其實都是 在其他科都會這樣狀況 大概30%左右 好 麻煩你下一張 目前來說就有18個醫管局 本地的醫院底下的急診部門啦 最新的那個我相信是天水壞醫院啦 他們已經很先進了 無子化 全部電子系統 電子病毒系統都用得很全面 那在各區都有急診科啦 服務全港 700萬的市民 其實現在每年都有200萬人 在看急診的 那個服務量都相當大 好 下一張護筋 那是啦 十萬個急診室啦 墳佈全港各地啦 那在長洲我們都有一個急診室啦 雖然那裡好像比較偏遠 但是它都需要這個服務的 好 下一張 那一般來說呢 在急診室呢 大部分的急診室護士大部分的時間呢 它都是做一些常規的服務啦 譬如啦 這裡看到那個病人的流程 那病人來到急診室呢 先登記 接著分流護士就會跟它做一個簡單的分流 將病人 就分為五級 第一級就最嚴重 第五級就最不嚴重啦 那會判斷它的那個優次啦 和做一些比較初步的治理啦 在分流站 那之後病人就等體症啦 醫生就跟它檢查 那在過程裡面護士的參與都是 譬如協助醫生啦 或者做一些化驗 譬如驗尿啊 驗血啊 之類啊 這樣啦 確診 確定它那個診斷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治療啦 譬如病人 傷口要亂針的 我們急診室護士就跟它亂針啦 有些要給藥的 我們就要給它 譬如打針啊 給它服藥啦 這樣啦 要再觀察啦 如果病情是改善的 那病人可以回家啦 那嚴重的可能要入院啦 又或者不是太明確呢 就需要留在急診室裡面的觀察病房 看著它的變化再做決定啦 那剛才說呢 就是大部分護士 一般在急診室的那個工作 好 下一張啦 麻煩 而有些護士呢 他是負責一些特殊的工作的 譬如好像這個 急診科的護士診所啦 那他經過特殊的訓練之後呢 這位護士呢 就自己看證 自己是一個急診的護士診所啦 那就希望我們這個護士診所設立之後 看著一些輕症呢 讓醫生能夠專注看一些重症 或者複雜的個案啦 就是這樣 如果同學每天有機會在急診室 行當地完成了 半分年之後呢 就有機會去接受一些特殊的訓練 做特殊的工作啦 好 下一張 麻煩 下一張 麻煩 我們自己也看到就說 其實都是這個急診護士的那個診所 都是幫到手啦 因為他們呢 在病人的那個分流之後呢 很快就在他等候的時間 原本在那裡等看醫生的 他就很快就這個護士就會跟他做一個檢查啦 還有診斷 然後定好治療計劃之後呢 這個診所背後我們也有醫生去支援的 那跟他確認之後呢 我們就會一條龍服務啦 譬如真的要做傷口服針的 這個護士就一條龍做完 之後呢 就讓他回家啦 或者提個病人啦 回家有什麼要注意啦 這樣啦 好 麻煩 另外有一些 如果在經驗的急診同時呢 有經過一些實時服務呢 他可能會參與一些院前服務的 那偶然可能呢 可能大家在新聞也看到 就是有時候 某醫院急診室又派了醫療隊 去一個車禍現場 或者一個貨災的災場呢 幫忙啊 這樣 這樣 這些就是那個院前服務啦 那其實院前服務呢 就看回頭呢 現在最早期 在醫院以外提供服務呢 都是1992年啦 啊 啊 五月八日的時間 那時候就發生了大雨啦 那就有些 那些在堅尼地裡有山泥傾施啊 看到那個圖片啊 啊 那個黑白的給他 泥俯著了車 那等於 但是醫院的急診室呢 都在排到醫療隊呢 到現場 去幫忙處理傷者 那這個呢 正正就是院前服務的 就是 在第一次 呀 記錄的第一次啦 這也是相當有經驗的同事 才能做到 復下一張 麻煩你 另外 也有經驗方面的同事 他們會做一些特別的服務 例如過往我們的經驗看到 這幾張照片就看到了 例如1997年那個政權移交大典 當時幕後的醫療隊 就是我本人 這樣就另外一些世貿會議 或者很多很多的體育活動 這些有重要的人物來香港 我們就在後面提供一些緊急的醫療服務 此外也有一些特別的服務 就是譬如像那些賽馬 可能你們也有看過一些賽馬的報道 當那些馬在跑的時候 原來後面有一輛救護車在追著 車上有醫生有護士 萬一有當馬的意外發生 我們就馬上進行搶救 這些也就是一個基本上急症科護士的 尤其是經濟特殊的訓練和經驗 就會有機會參與這個服務 好 下一張 除了在醫院以外 在本地的服務之外 我們也都是多次參與一些海外的救援服務 比如好像下面這七次特別的海外救援服務 我都會參與其中的 最早就是 一陣子就會多說一些的 就是在世界各地 因為一些事件 牽涉到有香港人在一邊 比如那個傷亡數字都高的 政府就會派一個專隊到意外的地方 去參與拯救 把香港人帶回來 比如好像早兩年 我們那個新冠疫症開始的時間 我們就試過排包機去日本 鑽石公主號大家都記憶猶身了 接香港人回來 或者去湖南接香港人回來等等 這些這樣的服務 都是一些有經驗去急精神護士 訓練之後就會有機會去參與 好 接著再講多一點點 好 下一張 其實第一次的海外救援服務 就是2004年開始 當時就有個旅行團 香港旅行團 在九份那裡那個車載了下來 死傷都很多 好 當時特首就決定要派一個團隊 去幫香港人 從前類似的事件 多數只是派Immigration 那些同事過去幫忙 但是這次開始 發覺都是要醫生護士去 臨時就找了急精神的同事幫忙 當時就參與其中 好 下一張麻煩 好 下一張麻煩 一開始就第一次去 都沒有什麼先來 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幫忙 始終我們醫生好護士好 那個牌照那個關係 不能夠在其他地方執液 所以我們都做了一個橋樑的確實 幫一些香港的傷者 和當地醫院做一個橋樑 就看要怎樣安排最快回香港 就在飛機就安排好一些病床 接香港人回來 這個是初初第一次的情況 第二次就是童年了 南亞海嘯 我想很年輕的朋友可能都印象不太深 也是在2004年 這個南亞海嘯 因為當時也知道很多香港人 喜歡去泰國旅行 所以政府也是派一個大隊過去 下一張 派這個大隊過去 我們就會在他們當地也有些救災中心的 醫院 我們四處就去看看 會不會有些香港人受了傷 或者在那裡淒身 我們就去找他們 這個就是當時工作的情況 好 麻煩一下 在2006年 埃及有一個車王 也是一個旅行團 那天是香港的年初三來的 大年初三 公司的旅行團 就去埃及旅行 但是翻車也有很多死傷 也是這樣 馬上 又派對 這次都 因為地方遠和比較複雜 整個個案在那邊都去埃及 搞了整個星期才回來 下一張 這裏都是在那邊 埃及工作的情況 由於發生交通以外的地方 距離開落都很遠 在洪家達 可能那個埃及的朋友都能吃得了 好幾百公里 所以我們要特別和他們安排 飛機 把那些傷者運送回去開落 再在開落轉機回香港 都好幾十個小時的飛機 中間那些傷者的照顧 我們就要做得到 好 下張 謝謝 另外就是文川大地震 很多朋友應該都不會陌生了 2008年的時候 當時醫管局派出一個50人的專隊 去到成都華西醫院做支援 我就是支援急診室 還有做一個大隊的副令隊 有幾十人來自不同的科 有麻醉科 又有骨科 也有物理治療 之類很多很多同事過去幫忙 因為支援整間醫院 中間要人做統籌 我就是做這個角色 好 下一張 謝謝 我們都去到一些外區的醫院 我們都送一些物資過去給他們 就叫做慰問他們 這個就是2010年那個 馬尼拉協前人治事件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講到 畫面都可能不湧現出來 在8月2010年8月23日 有個槍手協設了一個香港旅行團的車 一直殺人 這個就是我們都政府隊 當晚馬上出發去菲律賓提供協助 好 下一張 謝謝 因為特殊一些 因為病人已經送去醫院 我們在醫院那裏 因為他們有些人受傷 也沒有其他親人在 我們到大的時間 有時可能幫他們 反而在醫院那裏做一個 好像家人的 譬如做一些探討那些事情 我們都要參與其中 最後也是把傷者運回香港 好 下一張 剛才輕輕都提過了 就是新冠疫情初期 在日本船石公主號那個情況 我們就去運回香港人回來 在飛機上面照顧香港人 好 下一張 麻煩 在飛機上面安排一些座位 以及教那些空服人員那些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麻煩 這個2月就去了日本 連續3月就去湖南 滯留湖南 湖南湖北的香港人 都帶了百幾二百人回來 因為大家都記得了 當時政府都派了幾班包機 我們每一班包機上面 都有一個醫生一個護士 這是急症護士要做的工作 好 麻煩下一張 我同期有143人回來 好 下一張 其實整個行動都很靠 在內地接待的單位 那些人員幫忙 那 下一張 這裏就是專科專科發展 除了剛才那些院外服務之外 那其實呢 我這裏一路跟大家介紹下去 下一張 經過特殊訓練之後呢 有一部份護士 可以做一個創傷統籌護士 他就開始專注處理一些嚴重的創傷病人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嚴重創傷病人 需要很多科 譬如骨科 腦外科 一齊去處理 中間很多協調的工作 那都是要有一個人在裏做一個協調的工作 會做得暢順一點 好 下一張 那也都可以參與政府 飛行服務組的飛行護士的工作 經過特殊訓練之後 那這個可能大家在新聞見到 直升機飛出去救人 那我們就在飛機上面 就隨機出發去救人了 那下一張 有些特殊訓練之後呢 就可以做一些輻射的傷 受傷的處理 那這個呢 因為香港我們附近有大灣核電廠 或者偶然都有一些核動力的軍艦 訪問香港的 所以香港其實這方面都是有所準備的 五級症科裡面的醫生和護士呢 就是要接受這些訓練 好 下一張 另外就是生化除污的處理 對啦 也都是一個 就是之前一些恐襲的那些這樣的事件 這樣就全球都有一些準備 香港也都一樣了 所以生化除污也是急症室 就是護士需要學習 需要做的工作來的 好 下 那除此之外也有些學術交流的 那除了工作之外 例如之前我參與台灣 日本的 同時也有很多機會去參與這些 那麼活動就從其他國家 或者其他地方去學到東西 另外就是義務工作 例如醫療輔助隊 或者飛行服務隊都是義務工作 這個就看大家自己對社會服務的 那個興趣在哪一方面就一路去參與了 此外我們也都在廣東散那裡 做了很多義務的教學的活動 就集中就是搞創商和那個CPR 那我這個不詳細講了 好 下一張 那如果要做一個 就是說做一個急症室護士 那我們就經常都看著這幾句的了 Ready for anything, prepare for everything Supplies by nothing 那有所準備, equip好自己 那很多東西你都可以處理得到 好 下一張謝謝 那時間比較匆忙 那希望有一個概括的介紹 講到給大家聽 如果有問題可以放在checkroom那裡 謝謝 好的 多謝法哥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觀眾想對法哥有些法文 好的 我有一條問題想問一下法哥 剛剛你分享了在你的急症科生涯裡面 有很多做了很多很多 我想問你 要成為一個急症室護士 你覺得應該有什麼特質的呢 重要的特質是什麼呢 我想基本上呢 同時可能 或者有興趣的同學呢 如果你不性格方面 要開放一點 其實最重要就是不怕吃虧 很多事情都是一路做一路學 還有一點點錦囊呢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現在好像有一個三年普兩 兩年普兩要轉 現在大家明白了 所以你真的很想去急症室做呢 反而你可能第一個specialty 可以不選急症室轉 遲些才在第二個specialty 才轉 反而可能容易去得到急症室了 因為我們竟然看到的確是 很多學生都對脾氣很有興趣的 表演都很長的 要拍的 好的 多謝法哥 亦都多謝各位參加講座的朋友 接下來我們的講座會接著一個接一個的 下一個就會有一個topic 叫做安享晚年 如果各位觀眾 對於我們不同的課程 有不同的疑問呢 其實可以在剪出去的展館 Exhibition Hall裡面 瀏覽不同的 booth 還有可以有個展位聊天室的 也有同事會實時 為大家去解答這個課程 升學和就業的問題 那我再次多謝法哥 和各位參與這個講座的朋友 多謝了 好 拜拜 多謝各位參加者 拜拜 下一個節目見你們 谢谢大家